哈喽 大家好 然后这次打算给大家介绍一个Golang里面操作Json的值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库 就平常可能我们都是把一个Json字符串返去的话成一个对象之后再去拿出它的值 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需求就是我们只希望获取Json里面 这个字符串里面一个部分的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GJson这个库 它可以方便的去抽取我们这个Json字符串里面我们想要的一个值 我们这里来看一个实例 就比如说我们就有这样一个Json字符串 然后我们想去拿到它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我们直接想拿到Name里面的first或者last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种方式 通过getJson然后点Name.last的形式来获取 好 然后这里我们在这个终端下来试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这个get的这个Name.first 它就会先找到这个第一层 然后再去找到这个Name里面对象里面的这个first 那比如说我们想拿到这个age的话 我们可以其实是可以直接就是 呃 改成这个age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它的印的方法 然后把它转成一个印的类型 看到这个是37也没有问题 我们甚至还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数组 这个地方比如说是一个 啊 children 然后我们可以 我记得它是有一个array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个gds.result这样一个数组 可以拿到这个整个数组 啊对吧 另外它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想拿到这个friends里面这个对象的 比如说我们想拿到这个 呃 dell这个值 然后就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这里我们使用这个friends 然后 呃 friends 然后它可以去加一个这个点的续号 比如说它是我们它是第0个元素 然后点这个first 我们应该啊这个时候如果输出死阵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dell这个呃 自幅串 我来保存一下看一下 对吧 然后没有问题 对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就比较方便吧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它来抽取一些我们需要的植物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个自幅串都解析下来了 因为你可能要定义这个结构的话啊 还稍微麻烦一些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cool 我觉得有些场景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觉得有些场景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觉得有些场景还是明点的 就是什么 我觉得有些场景还是不错的 在哪里 吃水